尤其博明 花絲 我是洛琪琪 在我開始之前想要先問大家 你們曾經有沒有想過 這4個鏈頭 不管是轉系、轉學、休學或出國留學 有的話,舉手讓我知道 喔!大家都想轉學了 那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都是我做過的事情 那為什麼標題叫做730天的永期 就是730天就是兩年的意思 那在這兩年之內我做了這四件事情 那在我高中剛畢業的時候要上大學之前 我考上了護理系 但是護理系我發現它是我想要的 其實我想要讀的是社工系 然後我也沒有考上去社工 我就想說好,那我就不只考 我就去念護理系 那念護理系的話 或許也是一個不錯的任務這樣 因為護理也畢竟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啊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去護理系這樣 結果進去護理系之後我發現 其實我不快樂 因為它不是我要的東西 然後我發現 老師總是要我們被一些護理師的考古體 那老師都告訴我們這句話 他說你們目標是什麼 就是考到護理師執照啊 這種聽起來很正常的 就是護理系的學生就會做的事情 但是在我聽起來卻格外刺耳 我發現說天啊 我再來的人生我唯一剩下的選擇就只有護理了 我好像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護理了 我看不到我其他的希望跟機會 我就只想當護理師 然後在我猶豫很久之後 我覺得我要轉學 我不行我要脫離這些學校 我不要再變考古級了 我不要一直在做技術 我不要再做這些我不想做的事情了 我決定我要轉學 結果他就幫我們轉學考古級班 然後轉學考古級班 然後我說我跟你說你非常有幾本 我幫你幫我們那個 台經教程的轉學考 然後他就想說哇哇 真是太有希望 他都講成真正人的心話 他說我一定可以考上台大 所以我就可以成為一個很優秀的人 然後結果 當然他就依照我的資質 但你也學到我考上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 然後就覺得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去考轉學考事情 我就覺得很丟臉 我就跟我的同學說 欸我就是很笨 就是花了很多錢去考轉學考 然後我一間學考都沒有考上 可是那個時候我同學講了一句話 他跟我說 可是你做了一件我都沒有做的事情 我們大家都想過要轉學要轉系 但是從來都沒有這麼做 就只有你去做過 我聽了這句話我就覺得 嗯我不可以在這裡停速 我不要放棄 我不想要放棄 我如果在這裡放棄的話 我如果在這裡放棄的話 對我就是 我就是真的是一輩子就足部底了 我就要成為一個部底師 我就要 可能跟醫生結婚 對 然後所以我就決定 不行 我不想要放棄 因為這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不撤稿 那能怎麼辦呢 我能怎麼辦 我說考上台大學考那怎麼辦 我就可以過要休學 我拿著休學生請大家回家的時候 我爸媽氣炸 我們家簡直就是火山爆發的等級 我爸媽就說 你要轉 你要休學 為什麼 他說你 你現在休學你能幹嘛 你一定是不想讀書找藉口 你一定是不想讀書 才會在那邊講一個有的沒的 你根本就是 就是故意的 你就是不想讀書而已 後來 我看我爸好像很用手的反應 然後 主要是我們嘛 那生氣了 對 然後我就 我就 我就跑到樓上的房間去 然後我還是在房間裡面 然後那時候就流眼淚 我就哭著 我爸爸就跟我說 那你休學要幹嘛 就說 嗯 我要轉學 我決定我要重考 我想要再給你一次機會重考 我爸爸就說 好 那我讓你休學 他就拿出一張白色的 就是空白的紙 然後給我 他就跟我說 你現在寫下來 你寫你休學一點 你想做什麼事情 你規劃出來 我就讓你休學 講到這裡 我想到我 嗯 來這裡演講的時候 常常都要助理 然後那時候助理就跟我說 你有沒有想過你休學 你休學之後 如果沒有考上 就怎麼辦 我到現在為止 我都覺得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我就是覺得 我一定會考上 我一定會成功 就是 好像那句英文說的一樣吧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我就是覺得 我一定要假裝 我就是不斷的嘗試 我就是 我能做的也只有這件事情了 就是一直假裝 假裝到直到我成功為止 我當下也沒有退路了 我就只能一直往前進 那剛剛說的 我轉系轉學 然後 我休學了事 那我 出國留學呢 出國留學 出國留學是在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是 我們家都是基督教 然後我參加了一個基督教的儀隊 那儀隊中有很多韓國人 綠色衣服是韓國人 白色衣服是韓國人 我是最中間的雷人 對 好像有點不一樣 那那個時候 其實我 就是跟在場很多女生一樣 就是我很喜歡看韓劇 然後我也喜歡看很多綜藝節目 然後 我去的時候我發現 欸 我竟然聽得懂 他們在說什麼 甚至我可以說一點點 簡單的韓文 這件事情是在我 一直很沒有自信的十九年來 第一次發現 我好像有一件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看著那個韓文的那個 辦議人員 他一邊發了中文 一邊發了韓文 為了他的總教 為了大家 因為大家第一次不懂別的語言 這樣付出 這樣努力 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 我也想要這樣 我也想要成為這樣的人 我也 如果我真的 韓文是我可以學好的事情 那我願意去嘗試看看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 對 我就是有一件可以做好的事情 那我要怎麼辦呢 我上網查了一下 你們去韓國若念裡 學校要花多少錢 就是十五萬塊 天啊 天啊 天文書這對我來說啦 我不知道對戰場的人說怎麼樣 你們想說 喔 我那個時候可憑爸爸說 你爸爸錢給我 我要去韓國 你也去學校 沒有 我爸爸就跟我說 你想去的話 你就一起去賺 你就自己去打工 我就OK 把這個打工 小事小事 我休學一點應該 能補書補書 不是這麼一本事 我那個時候的時間是一二六 現在是一四八 對 一二六的時候 我在那邊算了錢 我發現 嗯 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沒有辦法成到十五萬塊 加上 那個時候其實 沒有人願意請我 就像我媽媽說的一樣 誰要請你這個高中畢業的 我那個時候還是找 我還挑工作的 我還挑 我要這個賣玩具的 還可以吹冷氣 我去應徵 可能這樣不要用我 然後說 就是問了一些 我為什麼休學的問題什麼 我從他臉上 我以前看到他覺得 這孩子沒有領性 他覺得我一定 因為我可能 工作沒禁止 他就要走 後來我就去找一間咖啡 我心想說天啊 少女就是要在咖啡廳打工 在咖啡廳打工 一定就是 很輕鬆啊 然後還會播著 愜意的音樂 我可能還可以這樣 手抽咖啡 你好請問要什麼 這樣 拜拜 自己有沒有好 一定會也是這樣 結果 沒想到老闆娘很快就錄取我 然後她就跟我說 欸 你會切菜嗎 我就認住一下 我就說 會啊 然後我就發現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呢 我進去之後 我不只要 我不只要提供早午餐 所以我不只要 住的那一場我要做餐 然後外場點餐送餐都是我 然後加上我咖啡廳是有外送 所以我還要去外送 然後我就是 我是一個鹿池 然後我就是藏著一起 錯路什麼 我就一直打電話 就說 欸 我現在又贏了什麼 然後她也沒有很大 那時候就嚇騙了 我就覺得好累喔 可是 對啊我錢不夠用 而且 我已經跟我爸媽說 我要修學的事情了 我要 我要去打工的事情了 我如果現在不辭職的話 我跟我爸媽說 欸我不做了 我爸媽會覺得我是一個 我真的有典型的人 我不想要再讓我爸媽說 對不起 我都不敢講 我真的打工很辛苦 或我很想哭之類的事情 加上我那個時候 又找了第二個打工 我在一起班打工 我從早上做到下午 下午又接著嗓音 我一起班打工 然後一天這樣下來 我每天騎摩托車去上學的時候 我只想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上安全報的時候 我鼓勵我自己 我一直哭 我就跟我自己說 沒有 沒關係 我只起 這是你想要的 這就是你要的生活 你堅持下去就可以了 這些就是你想要的 你做得到 你很快樂 就這樣子 八個月過去了 我考上了經營大學設東西 那時候差不多一二月的時候 就差不多 然後就考上了經營設東西之後 我也存到十五萬塊 我不得錢不斷增加 我存到十五萬塊 我就決定 嗯 我要去韓國了 我就申請了語言訣竅 然後就決定去韓國這樣子 但其實那個時候 我還是停留在 我只會聽 只會講一點點 但是其實我也沒有認真地去學韓文 那時候我跟我的老闆娘說 我要辭職的事情 那天大家都有逼我 我想說怎麼了 怎麼了 為什麼就是我辭職的 就可以到你了 後來他們就斷了一堆報告 而且還這樣 丟了兩滴眼淚 或有一些悲傷的 結果跟我說希望我可以未來 不管是上大學或是在韓國 都可以一切順利 然後我就帶著兩個空的行李箱 把我身上所有錢去排營 換成排院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的房子都不用找 我就 我就別去了 我想說先去再說 我就飛到韓國去了 在韓國的時候 當然發生過很多很悲傷的事情 有很難過的事情 我很想家 我很想我的朋友們 我很想 我很想要放棄 但是我遇到了我的朋友 新加坡朋友 他是讓我改變最多的朋友 他是Emilia 對 那 看得出來Emilia應該三十幾歲了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跟元昭要認識 然後 他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來韓國 我就跟他講我來韓國原因 那我跟他說 欸 那你為什麼來韓國 他跟我說 我想成為一個導演 我想在韓國成為一個導演 所以我來韓國 圓我的導演電影夢 電影導演夢 然後Emilia呢 我就問他 我覺得我有點白癡 我那時候就覺得 天哪 你都已經三十幾歲 Emilia跟我說他辭職來了 我就覺得你怎麼辦法 三十幾歲 你還辭職來到這裡 其實可能在 應該是多大部分的人 都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不理智的事情 你應該為你的年紀 做一點打算的事情 我那時候就問Emilia說 為什麼 他就笑了 他就覺得我好像問了一個很白癡的問題 他就笑 他就說 還嫩 我那時候才覺得 我真的是愚蠢自己 我自己花了這麼久的時間 我花了兩年的時間 我才走到這一步 我放棄了這麼多 我就是為了獲得我想要的一切 我就是追求我想要的事情 而Emilia只是在跟我做一樣事情而已 我這樣試著我那個時候自己年輕 我可以做出這些改變 我就笑Emilia 我就笑他三十幾歲了還想不清楚 可是人啊 只是想對錯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 不管是我還是Emilia 我覺得年紀不是個問題 是有沒有去做才是問題 那我今天主要是要講的是 改變還有勇氣的事情 那改變跟勇氣對我而言是一直以來 都是我很害怕的事情 其實我在讀護理我要轉學 轉學的時候我都會想說 我沒考上怎麼辦 我如果考上射工之後 我發現不是我要怎麼辦 我如果 我就會假設很多問題 我如果怎樣怎樣怎樣怎麼辦怎麼辦 但是我發現 我現在讀了射工 我好喜歡射工喔 我覺得這就是我要的東西 那時候我獲得的機會呢 我那個時候好羨慕 好羨慕那個韓文翻譯人 我覺得我有一天也要成為他 可是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我變成了韓文翻譯人 我就覺得我做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甚至可以 我好像比起之前我只有過了一個選擇的時候 我多了很多選擇 我開始會想 我未來是不是可以去交換學生 我未來甚至是不是可以去 可以去念韓國念研究所 或是去韓國就業 我看到了更多可能性 雖然這些事情可能是我 不會去做或許不會去做 但是我多了更多的機會 這是我改變獲得的機會 嗯 那個時候我朋友 在我 那個時候我已經快要離開韓國了 剩兩天了 我朋友就跟我說 韓國人他們名字叫查比 他說 查比 然後我就談一下大 我就露出了 我實際上最醜最燦爛的笑容 我覺得 我這兩年來好像沒有白費的 那個時候我的笑 我想 我這兩年來對我而言的啟示是 嗯 我不要害怕改變 因為對我而言 改變不會讓我帶來更糟糕的結果 而是讓我獲得更多的機會 那也祝福就是在場的所有同學們 嗯 不要去害怕改變 我覺得改變 因為如果你覺得現在就是最糟糕的你的話 那你就是做 因為不會再比現在更糟糕了 只會更好而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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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